北地的園夜石斑木 还有四周种满的红竹 让原本杂乱的和平岛 龙木井观光景点 变得幻人一新 这有经历 经历的这粒 这粒高水这粒漂亮 看起来也比较好看 从清代遗留的古迹龙木井 原本周边环境脏乱 爱乡文化协会和环保局合作 分三梯次将环境整理一番 最近还陆续种植了 50多株的金花石蒜 原本这种只有在北海岸 才看得到的原生种的金花石蒜 开花时令人惊艳 原本这个很脏很杂草 那我们那时候派了 二十几位的志工来 三台卡车 那个杂草我们把它整理 整理出来我们才种的 这个后夜石斑木 这个后夜石斑木 这炎烂都在种 还有文书兰 还有后夜石斑木 还有金花石蒜 所以我们现在种这个 那我们每年每年都要慢慢把它 这个两边都三股都种出来 那个阿拉宝文这边都种了原生种 志工们小心翼翼地爬上梯子 将一株一株的金花石蒜种下 希望这些国宝籍的金花石蒜 能够装点出 基隆河滨岛一带的秋色 现在才有这样有一个画面 有一点这样 这样就好很多了嘛 下次当您来这里意游 看到美丽的金花石蒜 也请民众用观赏的 让美丽的秋意 能够让更多的游客欣赏 记者黄绍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